这场疫情造成了全球将近20万人死亡 当然经济的损失更是不在话下 而美国呢则是由密苏里州率先发难 要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武汉研究所等单位提出了诉讼求偿 而理由呢就是因为中国隐匿了疫情 而且蓄意欺骗 甚至呢澳洲现在也发动了联合美德法等大国 要对中国展开独立调查 可是问题是向中国索赔的诉讼能够成功吗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来往的汽车不断响起喇叭声 大批民众聚集不断高声大叫 一整列的重机骑士呼啸而过 现场民众高举美国国旗 有的还画上了川普人像 仿佛嘉年华般的狂欢盛会 其实这是美国宾州首府哈斯堡的抗议活动 有人举着不自由无名死的标语 要求官方不要再封城 快点让大家回去工作 不只宾州 纽约州 科罗拉多州等地都被闷坏了 把烦死人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通通抛到脑后 甚至有医护人员跑到街头挡路 还出现火爆标骂场面 丹佛街头挤爆抗议人潮 学生想回学校 大人想去工作 肺炎疫情重创美国 超过2200万人失业 再不复工 恐怕没有病死也会饿死 随着新增确诊数字趋缓 美国准备恢复正常生活 22日 地球日这一天 川普和梅兰尼亚在白宫南草坪种下风树 说这是复兴的象征 谢谢我们的专业运动 我感谢我们的专业领域 我感谢我们的专业领域 在专业领域的领域 我们会再次开启美国 我们会再次开启美国的公园 和公共地区域 让美国人享受 传出要裁员10%的航空巨波波音 税先恢复生产 华盛顿州的厂房 停车场停了不少汽车 员工们戴着口罩 进进出出 它是一个双刀 它是厉害的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很多人必须要给他们的家人 他们必须要付费费费 但他们也关注这种疫苗 带着他们的爱人 敲吉亚州24日 解禁健身房 理容院 保龄球馆 还有刺心店 只要保持社交距离 遵守卫生规定即可复工 天大西州的企业 最快27日开始营业 毕竟这场疫情 让美国损失高达4兆美元 纽约大苹果变成空荡荡的鬼城 经济的萧条 人命的消逝 谁该负起责任 密苏里州 由检察长史密特出面开了第一枪 面对中国引力疫情提告索赔 控告的对象包括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家建委会 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美国另外有12万民众 也准备展开集体诉讼 卡吉安诺一家有10人感染了病毒 包括他自己 3月25日他的阿姨不幸病逝 还沉浸在悲伤情绪 52个小时之后 爸爸也孤单一人 在医院撒手人欢 你很害怕的医院 我会让他在医院 你会让他准备 你会让他准备 他会让你瘧 所以我 我认为他在医院的 这些事情 是在医院里面 我会有心疼 他会有心疼 所以会有心疼 佛里达州的博曼法律事务所已着手提出集体诉讼 指控北京当局悬崩撒谎和隐匿疫情 要求赔偿新台币125兆元 已经有1万受害人参与 人数还在增加当中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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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家属 英国保守派智库 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报告说 武汉医师李文亮吹哨 却遭到训诫 中国不透明的疫情 让英国美国和日本等G7七国集团 造成巨大损失 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印度律师协会 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 要求中国赔偿 要求中国赔偿20兆美元 约台币600兆元 意大利非盈利组织欧洲171也开始网络连数 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索赔 预计6月诉诸法律行动 求偿1100亿欧元 大约台币3兆3000亿元 动作最大最积极的国家 要属近年和中国不断交恶的澳洲 总理莫里森在4月就呼吁WHO 要针对野味市场采取行动 近日他更与美国总统川普 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梅克尔等多个国家领袖通话 希望WHO成员国支持 对新冠肺炎展开独立调查 中国不该示弱 中国不该示弱 驻坎培拉大使馆发言人 在官媒环球时报反击 点名澳洲内政部长都顿 是得到华盛顿的授意 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宣传战 一些人在这个时刻甩锅 推责 尾过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掩饰自身的问题 还是要奉劝他们把时间和精力 多花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 多为自己的老百姓干一些实事 中国还点名澳洲某些官员 近来热衷鹦鹉学舌 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 且外国政府在美国享有法律豁免权 对中国的诉讼 恐怕无法取得实际成效 成功几率并不高 安全人所以 sab当欠ится 澳 묻 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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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